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天地有正氣 集言不留言 下則為何惡 上則為逆星 喂喂喂 你幹嘛享受背正氣歌 就1clickradio 我也知道他們很正氣 但也不用背正氣歌 不是喔 那個節目表寫著天地有正氣 哎呀 此氣不同鄙氣 你應該讀成天地有正氣 每個星期四肥龍出文為你介紹新戲《環觀北美票房》 還會在電影大百科環節 討論古今中外一些對人生有影響力的新舊電影 咦 更翌日看電影之前 就一定要聽到天地有正氣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喂 來 喝杯肉 耶 走逢知己千杯小 在派對和朋友開心對飲的確是一件樂事 呃 走啦 拜拜 但是走後駕駛 你不單止會破壞自己的前途 你還有可能會對無辜的人 以及他的家人造成無可挽救的傷害 尊重生命 為己為人 切勿走後駕駛 以上是1clickradio帶給大家的訊息 前途萬里 節目主持陳華紅 各位聽眾 大家好 我是陳華紅 繼續和大家主持前途萬里 先回顧一下過去一個星期的 加拿大股市的表現 加拿大股市上的表現是比較理想的 因為股市是普遍上升的 先說星期一 當日加拿大股市 就升了144點 創了5月2日以來的西豪市新高 十項的分項指數裡面 全部都是上升的 主要是油價帶動 因為油價在當日升了3.3% 創了半年以來最高 所以推動了能源類股份 是做好的 原材料股份也都上漲 對我星期二的時候 商品價格繼續做好 都是繼續支持多倫多指數上升 但是勝負就明顯收窄了 當日多倫多指數 只是升了13點 我們在星期三 聯儲局公佈以4月份的議息紀錄 顯示到 他們可能比市的預期更快地加升 這個消息影響了商品價格下跌 那麼多倫多指數 當日跌了91點 那麼多倫多指數 當日多倫多指數 就是有反彈 就是轉材料股份的反彈 但是金融類股份就下跌 所以當日多倫多指數 真的跌了8點 那麼都是算去反復 那麼多禮拜五 全球股市有個反彈 就是加拿大股值都上升的 那麼多倫多指數升至10272點 再度有過百點的升幅 那麼累計整個星期 就多倫多指數升至1.2點 那麼多倫多指數 我們說明確股市 明確股市 明確股市 就是星期一 都受到油價上升的推動 但是最主要的 受惠的因素 是因為 蘋果股價做好 杜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當日升至175點 標榜500指數 和納指都升至超過百分之1 那麼最推動 還有股份最好的就是能源類 以及科技類的 到星期二 就有聯儲局高官出來說話 都說法就是 聯儲局農業意識的時候 有機會作出架式決定 道徑施指數 當日最多跌了超過200點 標榜500指數 和納斯打指數 都是打跌的 到星期三 聯儲局的 剛才說的會議錄出 正式就確定了一些市場的憂慮 就是聯儲局 可能較預期早加息 所以當日 道徑施指數 一度是上下波幅超過288點 但收市的時候 只是跌了3點而已 星期四的時候 那時候 道徑施指數 最多跌了超過197點 但收市時 碟幅已經收到91點 仍然會繼續收到 聯儲局的加息 陰影拖累 星期五的路徑施指數 亦下跌 先跌 但後升 最後倒資 道指升了65點 每個整個星期 道指是跌了0.2 標榜500指數 升了0.3 納斯升了1.1 納斯升了1.1 所以我們是 肉糊見 今個星期 和大家討論的是 聯儲局的加息問題 對 為何大家會討論這個問題呢 因為 上星期三公佈了 聯儲局的議息紀錄 顯示 大部分和委員同意了 如果經濟數據繼續支持的話 6月是合適的加息時間 其實之前一直估計 聯儲局6月沒有什麼機會加息 因為沒有機會加息 所以市場對今次 聯儲局的議息紀錄公佈 是有一個意料之外的因素影響 因為8月3公佈那天 指長預期的加息的可能性大增 由之前的8月4日升至34日 整體來說 加息未必一定是壞事的 所以 第二天 還未估計 也開始有反彈 有些人都估計 因為聯儲局的加息 是有前例的 就是說 經濟數據支持 但到底是否有經濟數據支持 這個加息決定 也都是未知之數的 但即使有經濟數據支持的話 即是代表經濟情況 都是很轉 是那個不利經濟的因素 開始都是沒有那麼大的壓力的話 即是說 美國經濟繼續強勁的話 美國籃籌的業績 其實都是會好的 那時候就會令到那個加息 那個產生的負面效應是減少的 這個說法其實是 紐約聯儲局主席 德里 杜古德里 在星期四的時候 已經有這樣提出過 之後 也繼續有人這樣說 但是當然 如果真的經濟數據不好的話 不知為何會加息呢 當然幾乎加息幾乎沒有了 其實都是對股市是有利的 就是說 無論股市 無論加息是否真的 最後發生的話 都是因為對股市 不會有太大的衝擊的時候 所以你看看 美股在星期四和星期五的表現 都是有這樣的反應 這樣的預期 就是說不會太擔心 跌完之後 第一個反應是跌 第二個反應 對於加息 可能會提早出現 的反應就是 不是那麼大件事 這個就是 再一個星期的股市 這個星期 美股來說 都應該會繼續受到 這個加息消息影響的 因為有幾個 即所謂美國的大的 聯署局的高官 都會繼續在加息 提出公開的表態 最後到星期五 就是主席耶倫 會有一個活動 提出他的觀點 所以我想大家都會折著 聯署局 到底是否六月加息 這個消息 今星期的前途萬利隊 都為止 我們下個星期 繼續討論頂個題目 拜拜 你現在聽的是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喂! 有油站啊! 為什麼不進油啊? 油燈已經亮了 兩個街口的油站便宜一點 我打算去那裡進的 蛤? 你怎麼知道那裡便宜一點? 才知道嗎? 去oneclickradio的網站便知道 就是這麼容易 www.1clicksoeasy.com 每日即時更新大溫最低油價 而入去最新大溫油價專頁裡面 還可以掌握大溫不同地區的 最upd、最底的油價 那就可以省錢入便宜啦 測完油價順便聽到 1clickradio的節目 Good idea! 1clickradio 新在家國 深系香港 歡迎閣下來臨10號茶餐廳 你好! 請問想點什麼菜呢? 我們今天的special是 欣勤的適應服務 在這裡找不到 嘩! 這套裝修好漂亮喔! 座位又坐得舒服 一樓的餐房環境 在這裡都找不到 嘩! 焗豬扒飯肉醬意粉 風沙雞翼 嘩! 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在這裡更加找不到 嘩!什麼都沒有 這間什麼茶餐廳來的? 是10號茶餐廳啊小姐 那這裡究竟有些什麼呢? 問得好 這裡有兩位大廚 就是我肥龍 和我阿傑哥 每個星期我們都會緊貼天下大局 搜羅世界各地的催民日市 還有最新潮流趨勢 科技薪資和很多生活實用小貼士 總之信息一羅羅 保證你滿了而歸啦 這麼正的茶餐廳 在哪裡啊? 只要每個星期三 上網到 www.一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就可以收聽到 肥龍 阿傑哥 10號茶餐廳 一clickradio 身在家國 深系香港 www.一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So Easy